接著請許淑華委員質詢,詢答時間為15分鐘 謝謝主席,麻煩主席邀請蘇院長 蘇智芬委員自質詢以書面提出,請行政院書面答覆並列入記錄刊登公報,請蘇院長 蘇智芬委員長,大概是我的任內的總質詢我都會著重兩個重點,第一個就是有關於中心新村的發展,在南投縣,中心新村的發展,第二個是有關南投縣內土地的爭議,所以我的總質詢大概就是這兩個重點,也就是說我下一次會期的質詢也都是會是這兩個重點 那我很可惜的是,每一次在會期當中呢,我已經講了好幾個會期的都是兩個重點,看起來好像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個開端,好像會有個結論 但是隨著院長的替換,包括到我們的這個首長的異動,最後面看似有這個,好像有一個開頭,可是最後面都是無疾而終 所以同樣的,我還是會就我們自己關心的議題,請院長這邊來做一個追蹤,包括了我跟林權院長也好,賴清德院長,包括在立法院我也都開過了這個委員會 就這個土地的問題呢,來跟院長這邊做探討 那我看到院長這邊呢,您上任之後,您也針對了各部會去做一些調查,就是有關於一些民怨的問題,那也羅列出了好幾十項 所以我希望這個有關在南投縣大家所關心常態性的問題,能夠在您的任內得到解決 我相信你應該會是我們蔡總統任內的最後一位院長,所以我希望這一年多來,院長您能夠拿出你的誠意 好,我現在先第一個跟院長討論的是,今天我要討論的是原住民原肯農的土地的問題,還有我們南投縣農業缺工的問題 那我想,院長您因為您不是新手,您對原肯農的議題,您大概也了解,還有一些土地的爭議 包括我們農民在跟很多的公家機關承租土地的時候,您以前擔任台北縣長,我相信您也碰到過一些 所以我請教院長,您對於原肯農的議題,需要我花一些時間跟你說明嗎?還是你可以直接的就做一些的答覆? 還是先請委員指教 好,那不敢喔,院長,我說明我需要一些時間,你可以借這個機會你先做一下,我待會會請你回來,起來答覆 謝謝 好,我簡單的把我們,院長,我們上面沒有位置,您請坐一下,待會會請您起來,不好意思 聽到你說請我回來 沒有,我是說因為你這裡,你有一些資料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主委您也請坐 第一個我想講一下這個原住民原保地的問題,我先把這個我們台灣土地的嚴格的問題呢,先做一個分格的一個簡單的說明 原住民的保留地,我們最早是在省政府管理的,最後呢,到內政部,再到我們原民會成立的時候,當然就有原民會來接手 現在的管理辦法是這樣,好,那現在呢,因為我們歷經了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管理單位 所以每一次我們訂定的辦法也都有不同,好,那不管說我們原民會的規定,或者是管理單位哪個不同,它裡面有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講土地的問題,我們要從日據時代開始說起 國民政府來了之後,我們當然就接收了這些的土地,然後也開始把這些土地做一些的規劃 那麼呢,在原住民的時候,我們國民政府呢,就一樣保留在原鄉的地方做原住民的土地嘛,原鄉嘛 那原鄉政府希望可以保障原住民的生存,所以當時呢,也劃定了大概24萬多公頃的土地,讓他們保有他們生存的空間 但是隨著現在原住民的人口增加,政府也不斷的在增邊土地 主委,您請坐一下,沒關係 好,所以呢,這個就是現在的問題,但是不論你的辦法怎麼樣更改,裡面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就是 當政府你把這個地方做為原鄉的時候,是政府給你設定做原鄉的,不是我百姓選擇來住在原鄉 好,這個院長同意吧,也就是說,政府知道有很多是原本就住在原鄉的漢人 所以為了保障在原鄉生存的漢人,我的辦法裡頭就有一個,79年3月26號以前呢 只要在,不管你是自根或者是自用的,只要有涉及的,你都可以繼續承租 這個是政府對於生存在原鄉的漢人的保障,這是第一個 但是也因為我們,我剛剛講的,不管是哪一個單位的變革,最後我們的辦法一再的更動 有可能你的法令,還有是你的管理辦法,還有你實施的要點都會不同,而且越定越嚴格 所以導致現在有很多在原鄉裡面生存的漢人,他就沒有辦法繼續符合這樣的規定 就會造成了很多的不同的抗議,這個是在去年的時候在南投縣一個漢人的大抗爭 這個我之前質詢的時候都有說過,好,現在是現在存在的一個問題 我現在回過頭來講,第二個在南投縣的土地的問題,就是台大實驗林的問題 台大實驗林,他的面積佔全台灣的1% 但是不管怎麼樣,他們都是政府的管理單位 也就是說,台大他的前身,東京帝國大學,他離開的時候 然後,我們台大呢,他成立的實驗林,民國36年他成立這個實驗林 他就以這個要做演習跟這個農業的需求,向當時的管理單位 省政府來申請做造林跟管理開發的教學使用 這個是現在的管理辦法,那因為呢,台大當時是用研究跟教學 向省政府取得這個土地,我今天沒辦法把那些資料統統在這邊說明 因為這個先前的資訊我都已經有講過了 但是呢,因為當時那個年代 我們很多的台灣人其實不太適自的 那我們那時候的科技也不發達 我們在公告,政府有透過有放嶺放租各種不同的計畫 可是呢,如果你只是透過一張的公告 很多的百姓,他其實不是很了解,會去看公告 那台大實驗林在當時呢,如果你沒有來申請做放嶺跟放租的 我就去把它登陸作為我台大的管理土地 所以就又造成了很多的民間的爭議問題 就會變成呢,居民本來是有權人,他就會變成侵占人 所以在南投縣有很多的幾萬的百姓現在都被這個土地所困擾 相同的也會造成很大的抗爭事件 這個是在好幾年前,台大實驗林的抗爭事件 如果你去翻一些舊的資料,都可以找到很多台大實驗林的抗爭事件 好,這個是現在又存在一個南投縣土地爭議的問題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另外一個管理單位 現在的林務局,林務局早期這些的嚴格 我想我都,院長可以看一下我的這個資料 現在最後面這個是現在的審查的這個 我們現在林務局在做的一個審查的資料跟辦法 那這個辦法呢,現在呢,因為像就我了解新北市的有很多的委員 也在關心這問題,因為林務局還是有跟民眾有存在土地的問題嘛 還是有爭議,所以林務局有在檢討 這個我待會請主委補充 是不是我聽說有把這個新的辦法要重新做一個檢討 然後要重新去做一個更動,我不曉得是不是 那就是這個是現在林務局也有的問題 好,最後一個就是有在代管土地的國產署的問題 國產署的問題是最小的 他因為他跟林務局土地之前有在為做個切割之後呢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農民有在乘坐的問題 但基本上國產署他的問題最小 好,我現在講到這邊呢,我要跟院長要說明的重點在這裡 就是您看到左手邊我們所有管理單位,代管單位 不管是原民會台大文文會國產署 一個特性就是什麼,他們都是國家土地的代管單位 沒有錯吧,好 那因為代管單位的不同 我們自己所適用的法規跟辦法 就隨著各部會自己的看法去做調整 那因為各部會自己的辦法 包括是你不管是經過改組之後 或者是你辦法的更動 你最後面就會造成結果的不同 這個結果我不再把那些辦法的細項一一拿出來做比對 但是光最單純的我們既有年限的認定 他就出現在這裡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說,我的看法是這樣 院長,我們既然都是國家的管理單位 不管你是,這個有他過去從日本時代國民政府時代一直開始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都是管理單位 政府的土地的管理單位 光是最終的結果就會不同 這個就會造成百姓在適用的上面會有不同 同樣的,我南投縣四種狀況都遇到了 有台大時間點的問題,有原鄉的問題 還有林務局國產署的問題 通通出現在南投縣 所以南投縣的土地問題是最複雜的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我們政府的代管土地是 管理都是國家的土地 那當然年限最起碼這個標準是要一致的 當時我在之前詢問賴院長的時候 院長我有提出一個看法 就是說我的看法是應該要把我們的年限 把它拉到跟國產署的一致 國產署的年限我們可以說是最寬鬆的 它是82年7月21號開始的 因為你都必須要繳清它的所有的這些 過去的這些的使用金 這都是正常 你必須要符合現在政府的規定 但是因為年限的不同 有很多的百姓它其實就不適用 那這個年限的出現就是在 就是在內政部82年 那時候訂定了一個公有土地的處理原則 所以那時候 國產署就是定在7月21號生效 我當時跟院長有 有賴院長有做出這樣的建議 那院長也有承諾我一些的答覆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原住民有很多原鄉保留地的問題 那麼院長賴院長承諾我的就是 如果再還沒有完成承租的契約 不違法的情形底下也符合契約 要繼續承租 這個到目前為止是沒有問題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剛剛講的 剛那個在原鄉裡面有很多百姓 現在在訴訟的問題 因為現在原民會的規定 一直不斷的在調整 越修越嚴格 這些的要點一直在改變 那這些的要點為什麼會一直在改變 為什麼我剛剛提出那張表格 我們的年限會不同 院長我覺得在這裡我們很不客氣的說 我們必須要自自我的檢討 就是或許有很多的政治角力在裡頭 也有可能有很多承辦人員自己的看法 不同在裡頭 所以會造成結果的不同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現在因為原民會的規定跟標準 非常的嚴苛 所以有很多的漢人 在原鄉的漢人 他已經很難再生存下去了 比方說我今天一個房屋蓋在這邊 那現在不符合規定 你說你要他牽著去建地 可是原鄉他有一半的土地 就是原住民使用原民地 一半又是台大領的 台大實驗領的土地 所以整個新一鄉 他要找到建地就不容易啊 建地也不是說我設定就設定啊 所以他會有很多的情形條件 不是這麼的 不是如我們所想的這麼的簡單 所以現在有很多訴訟的問題 所以我當時要求那個賴院長 就是針對訴訟的問題先行暫緩 那院長也承諾我說 這個會請原民會再來做一個補充 好了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現在賴院長走了 現在原民會又開始進行這些的催討啊訴訟 所以這個等一下我要請教院長您的看法 是不是繼續或者是您有更好的一個見解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講的 不管說是原民地也好 或者是這個台大實驗領土地 或林務局國產署都好 在南投縣我們有五千多戶 都是跟國家都是跟百姓都是跟政府有約定的 這些農作的農民的問題 那當時院長有說會請農委會 作為主責單位把所有的土地的問題一併做個檢討 再來我們再來看怎麼樣來改善這個長期的問題 我不曉得農委會因為當時不是主委您啦 所以我不曉得當時的主委有沒有 林主委有沒有特別指示怎麼做 或者是現在的院長有沒有新的指示 這第二點 好最後一點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因為承諾年限的不同 會造成不同的問題 我認為國家站在一個最高的指導原則 應該要把這個標準拉為一致 這樣才能夠解決現在大多數人的問題啦 那我覺得採取我會站在採取比較寬鬆的 國產署的這個法條 那當然原民會的有原民會不同的歷史 原民會的可以切開來看 但是至少國產署或者其他的代管單位 應該是要一次的標準 以上我的建議請院長先答覆 委員這是第一次被你質詢 但是我看委員實在很認真 整理這些資料很完整 那講的也很清楚 其實我對於原民的問題不是只有台北縣長 我屏東縣有八個原民鄉 所以我對於這種問題並不陌生 那剛才委員講的也很有道理 就是應該用從整個國家的高度來看 我同意這樣 那都是國民 那另外有些問題是歷史嚴格的問題 不是一天的問題 那只要是事實證明 有這樣子的嚴格 是怎麼樣的情況 其實應該是從寬 我也同意這樣 第三你剛才講到 有關賴院長有承諾什麼 現在我是不了解 那如果賴院長有承諾 除非我有更好 或者我會照賴院長當時如果有 是已經財事要怎麼做 我們就照這樣來了解來做 所以院長第一點 就是說現在那個 我剛剛講的訴訟的 這個是現在正在進行的 如果賴院長已經有財事 那不會因為說換院長 我就不問青紅照白 就整個翻過來 我不是這樣的院長 那賴院長也是我很尊敬的院長 他一定當時有所本 除非我們有更好 或者什麼情況 或者應該照賴院長有財事 就照這樣子來做 至於相關部會之間有稱之 可能剛才委員我特別注意到 原民是一塊 但其他的情況 因為機關的不同 如果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這些相關的部會 我來了解到底是差異在哪裡 根據在哪裡 能夠解決的 我們盡量來解決問題 好院長 那您剛剛講就是 你一樣還是會折騰 我們農委會這邊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主委可能你沒有時間報告 但是可不可以請你在我們 經紀委員質詢完之後 你找個時間 把剛剛院長所指示的 包括林聰賢那時候主委 有沒有交代你 我不清楚 但是最起碼現在 我們去想一個共同的辦法 去解決它 有一個更完善的 但是在這個底下之前 先行暫緩 他有很多的 我們對於農民 比較比較激烈的 這種這種處分的動作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是可行的吧 我們回到院長三連指示 我們到經紀委員會做完整收明 我們 我們來自分補行 我們來自分補行